水保局花联分局在8月3号举办了水保局花联分局与马泰安部落签署 阿美族马泰安师弟巴拉告传统捕鱼记忆功法的合作授权 能委会水土保持局花联分局8月3号上午在光复乡的大华村举办 巴拉告传统捕鱼记忆功法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专用权的合作授权仪式 有部落头目李金土齐步之后水保局花联分局长陈淑远 与马泰安部落主席蔡逸昌在授权书上签名完成授权仪式 水保局长李振阳到场见证 他说尊重阿美族捕鱼工坊 希望将这个传统文化保留上来 这里是示范性质 未来其他地方也可能朝这个方向始作 传统的智慧里面它不只是捕鱼的 它实际上也是鱼的一个生存还原的空间 它不是只有捕这样的东西 还有养 生跟养其实很重要 部落会议主席蔡逸昌说 简单来讲就是要帮鱼盖房子 是由空心竹筒树枝杂草堆组成的三层设施 展现阿美族不截择而渝的永续鱼绕智慧 吃的饱饱的它就会有排泄物 掉下来掉到第二层卡住 它就变成最后形成绿色的藻类 藻类就是虾子螃蟹要吃的东西 虾子螃蟹既然有东西吃 然后又被保护 所以繁殖的很快 一下子全部都是虾子 虾子很多表示鱼的食物 很多鱼群在这里就生活的很快乐 永远保持着干干净净的环境 这个我们就称它为巴拉杆 秦战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在2015年2月 正式发布原住民族传统智慧创作保护条例 并在2017年10月25号审定公告 巴拉告传统捕鱼智慧 正式宣布了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部落 取得智慧创作的专用权 记者高双双光复乡采访报道